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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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现在手机很普遍 在手机上就可以看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个办法 但是如果在没有发明这些手机 还有这个钟表之前 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来判定时间的呢 来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古代我们会用到一种工具 来辨认时间 它的名字叫日鬼 就是这样的 在古时候是12个时辰来定时间 比如说晨时 是吧 就是早晨7点到9点 是的 好 来 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 我们拿一个手电筒 然后把这个灯光降得暗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好 现在打开手电筒 好 现在这个手电筒就好比是太阳 我们来看 这样的事的时候 大家看 看到影子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吗 然后 然后现在在晨时 然后慢慢地随着太阳的 不断地位置的变化 现在是午时 就是中午了 深时 慢慢地就变化了 直到太阳落山以后 日鬼的原理 就是利用太阳的投影方向 来测定并划分时刻 通常由鬼针和鬼面组成 这项发明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日鬼不仅能显示一天之内的时刻 还能显示节气和月份 人们就是根据日鬼影子的长短 来判断节气的 小朋友们 日鬼是不是很神奇呢 下面让我们动手来做一个日鬼模型吧 好的 现在我们来亲自动手制作一个简易的日鬼 小朋友拿出一个小小的圆片 然后在下面写上十二 然后这边是十八 也就是十八点的意思 这边是六点 这边代表的是西 这边代表的是东 我们这是一个模拟的简易日鬼 主要是让大家来体会一下 它的简单的原理 来小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来做了 只需要利用硬纸板 橡皮泥 吸管 就能制作哦 快快找出来 一起来制作吧 好 假定为这个是东边 来我们同样来模拟一下 古代的这个计时的方法 同样打开我们的这个手电筒 看 现在呢 在正东方向 从这边照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影子啊 是对着这个六点钟的啊 然后 转动 好 时间开始有变化 慢慢变到了 几点呢 十二点 再变 再变 对 对 就这样 这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日鬼了 我们请小朋友也来试一试 好 刚才通过呢 亲自动手来实验呢 大家都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日鬼 并且呢 用手电筒代替太阳光 来感受了一下 古代计时的这种方法啊 让我们一起来说说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科学胖胖 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量 欢迎回来 诶 乌胖胖 刚才我们看到了 日鬼是通过太阳来记录时间的 那如果没有太阳的时候 古人是怎么来记录时间的呢 没错 日鬼 日鬼 刚才说的这个日子就是代表太阳的意思 用太阳的影子来记录时间 那我们都知道 到晚上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吗 不能 不能了 所以说日鬼呢 只适用于白天在有太阳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记录时间 如果没有太阳的时候呢 古人又借助另外一种工具来记录时间 它的名字叫 铜壶滴漏 铜壶滴漏 对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挺神奇的吧 接下来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避不避不 小朋友们 你们看 铜壶滴漏 就像楼梯一样 一共有四个壶 我们往一号壶里装满水 壶里的水哗啦啦往下流 通过二号壶 三号壶 最后流到四号壶里 四号壶中 有根标记了时间的浮尺 水一多 尺子就会浮上来 我们就能通过尺子看时间啦 键杆上的刻度的变化 沿用至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刻钟 问问大家 现在的一刻钟是多长时间啊 15分钟 对了 现在的一刻钟代表的是15分钟 好 那在我们的面前呢 有一个非常简易的装置 可以来简单的模拟一下 我们的铜壶滴漏 好 现在我只需要往上面的杯子里边 倒些水 电视机前小朋友也看好了 注意看好上面这个指针 好 看到了吗 指针怎么样了 动了 开始动了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两队的小朋友也来试一试 根据刚才的这个科学游戏呢 我们大家又了解了这个古代夜间的这个计时的这个方式啊 利用铜壶滴漏 这样一个工具来计时 诶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还知道有哪些计时方式吗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是一个沙漏 也可以记录时间哦 这是一个倒计时 因为桃键的小朋友非常之后 我们自己能够记录就請你 进行其中一个小时 我们下的检查 现在有一百分钟就能够拿出 这一百分钟就是 碎起来 应该份他 我能够拿出 但是就是 这个地方 感觉 为什么 她没在这个地方 也不可以 对 我觉得 我没有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多漂亮的星星 让我们用望远镜看得更清楚些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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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井栋梁 小朋友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